晚上的街道車流量少 賞點門口有幾輛零停車 有車主才剛下車一下子 結果後方突然就有輛叫車往右偏 直接撞上還往前波及到前面 另外兩輛 沒有沒車 有酒車啦 可是他看起來就不像喝酒 他也沒講什麼 他只是說我會陪著他不 他不好 他不敢跟家人講 他現在都跟朋友講 駕駛下車後 馬上表示自己正在服役當中 意思是害怕被家人知道 不斷向車主道歉 還說會負責全部賠償 事發就在宜蘭縣羅東鎮 一號晚上九點半左右 成績男子開著車行徑圍陽路上 車速不快卻突然往右偏 撞上停在路邊的其他車輛 都有四台 都說算有四台車 都說那台也沒有四台 那台是他剛才給他教 就在打電話 所以那台比較衰 駕駛自己的車 車頭車身毀損嚴重 而路邊三輛車遭狀 也有多處凹陷刮傷 優輛輪胎還直接歪掉 另外對象一輛 是經過時壓到噴飛的零件 因此爆胎 總共四車被波及 現場募集民眾有提到 不知道陳姓駕駛是不是嚇壞了 精神好像有點恍惚 但當下車速其實不快 到底為何會撞成這樣 警方也要進一步釐清 不過這一撞不只影響四車 自己的車也毀損嚴重 還好仍沒有大愛 TVBS新聞加成藍廷 宜蘭采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